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或寡以 忽子之云 不亦以夫 马龙 促进了孰孙五孰 鲁大夫 孰孙周仇也 吴 就是他的嗜好 那么他过世了 给他一个嗜好 孙孙五孰在朝中告诉大夫 欲大夫于朝约 欲就是跟朝中诸大夫 跟这些很多个大夫讲 说子贡啊 贤与众尼 他说子贡啊 贤与众尼 意思是为子贡的得学 超过了孔子 孙孙五孙啊 那么在朝中啊 告诉 诸位大夫啊 他怎么说 说子贡啊 他得学超过了孔子 那么子弗景伯 也是鲁国的大夫 那么他听到了这个话 他就将孙孙五孙的话 告诉子贡 所以这个孙孙五孙啊 说你的得学超过了孔子 下面的话 子贡就回答了 子贡曰 这个子贡以向 这一段经文啊 是子贡以比喻 来说明自己 远远不及孔子 那么子贡啊 他这个口才好 很有辩才 他用比喻来讲 比喻来回复 孙孙五孙讲的话 那么下面呢 用辟之工墙 譬如啊 这个工室周围的墙 这个皇宫啊 这个周围的墙啊 都很高啦 四支墙也集间 亏见世家之好 是就是子贡啊 自称其名 他自己的本名啊 他自己称他自己的名 啊 说是 说是 是 的墙 其高度 只及人间 啊 就是他的高度啊 只有到 一个人的肩膀 这个墙 他的高度 只有到 一个人的肩膀 那么 你站在墙外啊 那就可以 亏见 亏见就是 看见啊 看见里面啊 的世家之好 啊 看到里面这个房子啊 他那格局啊 啊 那盖得不错啊 啊 那这个 你在外面就可以看到了 这个意思啊 就是 那么子贡 他说他 住的地方 大家都能看到的 在外面就能看到 他里面的 所见的只是 普通人家的 世家美好 就一般人家的 他那个房子啊 他的这个 这个装饰啊 看了感觉 呃 不错了 这个意思啊 就是 用这个 批语啊 来形容 子贡 他 本身 子贡 本身啊 用这个 批语来形容 他自己啊 他的道德学问啊 就像普通人家一样 你在墙外面啊 你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了 那意思啊 也就是说 一般啊 跟一般人是一样的啊 他的道德学问啊 他这个 只是这样而已啊 那意思啊 就是 没有超过孔子啦 啊 远远 不如啊 用这个 辟益啊 辟益他自己 啊 的德学 那下面讲啊 夫子之墙 素刃 孔子 他这个 家里这个墙啊 有好几刃高 在古代住籍啊 一刃七尺 也有说 或者为八尺 或者为五尺六寸 那这个说法 不一致 那这个也不必详细去搞句 那这个就是好几刃高啊 那可见这个墙就很高了 像了皇宫一样啊 那都是高墙啊 不得其门而入 不见宗庙之美 百官之父啊 这个树刃之墙 这是采取啊 譬如天子 这个天子 皇帝 或者诸侯 这个诸侯啊 这个王公贵族啊 他们居住的宫殿 他们居住这个宫殿外面的 这个墙啊 那就很高了 树刃就很高了 里面啊 有宗庙 有朝廷的摆棺 哦 那里面 那个可 可 可这个壮观啊 那你在外面啊 那个墙那么高 你在外面 你看是看不到的 那必须啊 由门而入 才看得见 那你必须啊 从他那个门啊 进去 那你才能看得到里面啊 宫墙里面啊 雄伟壮观啊 有宗庙 有朝廷摆棺 必须啊 由这个门 入进去 才看得见 如果不得其门 进不去 那就看不见 宗庙的完美 朝宗摆棺的 富盛 他的 富有 盛况 就 见不到了 这外面是看到墙 其他什么都看不见 就是你要 从他那个门进去 你才能看得见 用这来形容比喻啊 孔子的道德学问啊 就如同啊 这个天子诸侯啊 他的 宫殿 那里面啊 有宗庙 有朝廷摆棺 那外面的墙啊 好几人高 你在外面看不到 你要从那个门进去 你才看得到 不然你就看不见 他里面啊 那种 富庶的盛况 这是辟益啦 辟益啊 这个孔子 他的道德学问 得其门者或寡语 夫子之云不云亦夫 那么 就是说 你要进那个门啊 那个人就不多了 获得其门而路的人 或许就很少了 那能够进得去的人啊 当然就不多了 路门就不多了 此处夫子啊 是指 孰孙五孰 这里说 夫子之云 这个夫子啊 是指 孰孙五孰 孰孙夫子 未入门墙 那他 没有入门 不见孔子之道 他说出那种话 不是 当然了吗 这个子贡就说了 他没有入门啊 他就见不到 孔子的道 孔子的道是什么呢 王道 这个王道 那因为他没有入孔子 这个门墙 没有看见孔子 没有看见孔子 知道 孔子这个王道 他 没见到 他不知道 他才会说 那种话了 才会说这个 子贡的得协啊 超过孔子了 他才会这么说 因为他没有入门嘛 所以他说这种话 那不是当然了吗 他当然他会这么说啦 因为他没有看见嘛 他不见孔子之道嘛 用这个来提 所以说 孔子之隐 不宜以乎 那是 这个 孙孙孔子啊 未入门墙 不见孔子之道 他说出那种话 不是当然的吗 他当然会这么说啦 孔子的道 是中国文化的宫墙 是中国文化的宫墙 凡是未得其门而入的人 不可像熟孙五熟那样 望出言语 那么写路老人 后面这一段 就是 孔子的道啊 是中国文化的宫墙 他里面那个宫殿 如同啊 天子诸侯的宫殿 外面那个墙啊 是好几人高 那凡事啊 没有入他这个门的人啊 那不可以 像这个 熟孙五熟那样啊 那随便啊 讲这个话 那这个是子供啊 他一个 辩才啊 这个这个 用这个批语啊 来形容 孔子的道啊 他是好几任的 墙那么高啊 那么子供 当然他 入门了 甚至他登堂了 那还有很多人啊 他 那个门都没有入进去 啊 所以 他没有看见 啊 那这个 一张书啊 就是 子供 听到 俗孙五熟讲 他的得写 比孔子高 啊 那么 子供 用辟语 来回复 来说明 他的得写啊 远远不如 孔子 那么 会说 他这个 得写 比孔子高 啊 是因为他没有入孔子之门 当然他会这么说了 啊 这是 子供啊 他眼里的 善巧 辩才 啊 这个是 啊 我们 学习的地方啊 好 这张书 我们就学习到这里 祝大家 福慧增长 华喜充满 阿弥陀佛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 欢迎订阅频道 开启小铃铛 也可以扫上方的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